嗨,各位小財神,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過得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台信銀行的Flygo卡的權益優惠升級了 升級之後它到底可以有一些什麼額外的活動加碼 這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主題 那麼Flygo卡真的是我們2020年的高鐵台鐵神卡嗎? 這是我們今天要聊的,趕快來往下看就知道了 好,來,這邊的話呢 這畫面非常的可愛 就是Flygo他把自己跟高鐵的畫面放在一起了 那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探討的就是說 飛鼓卡的權益到底有沒有陷阱 來跟大家簡單的分析一下 那麼第二個應該也是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2020年下半年的高鐵神卡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選擇 除了這張卡片以外 是否還有其他更厲害的卡片呢? 好,我們等一下就會知道了 繼續往下看 好,這個Flygo卡的權益啊 在2020年的7月1號之後 就是下半年進行了更新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有寫到 它的官網非常的漂亮 然後做得很可愛 十一大行旅最高6% 比如說高鐵台鐵或者是四大飯店集團 這個所謂的金華、雲朗、老爺跟國賓都有 那最後還有一個五大航空公司 華航、長榮、國泰、日航跟新宇 這些東西 這些航空公司其實我們都還蠻常去做搭乘的 所以它等於是說 並沒有把它的權益完全廢掉 甚至說 你自己國人長搭的這些航空公司 都還是有回饋 好,那第二的話就是說 行旅跟海外有3% 意思就是說你在海外消費的部分 其實或者是海外網購 也是可以拿到3%回饋 那這點的部分 倒是還不錯 因為也不低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第三的話就是一般消費 就是無腦1% 就是大概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往下看一下 這邊 Flygo卡的這個基礎權益的部分 它這邊寫著 十一大行旅6% 特別注意的話就是說 這十一個 這個所謂的 旅遊管道的部分 也是可以combo的 對,因為像我昨天去上 淨發財的直播 那麼他們就 主持人也問我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 那這次Flygo卡 它這個所謂的 高鐵台鐵權益 是否可以搭配 這所謂的三倍振興券 或者是所謂的 安心旅遊方案 那我在仔細的看一下 條文之後 我發現它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使用 台新的卡片 來綁定這個所謂的 三倍振興券的部分 那麼你在做 台鐵跟高鐵的消費 其實是可以解 政府的三倍券任務 那麼 你也可以拿到 這個卡片 基本的回饋 甚至架碼到6%都有 所以我覺得 這是大家可以 再繼續做一個 好好combo的部分 這個是蠻不錯的 那第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回饋6%的部分 到底是怎麼算的 第一個就是 韓鋁海外2%無上限 那麼如果你綁定的是 帳戶自動扣角 1%無上限 所以這樣總共就是有 3%是沒有上限的部分 那第三個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十一大韓鋁的加碼 其實是每一季每一季給的 也就是說 7%到9%算一季 然後 10%到12%算一季 第三季跟第四季 每一季就是給你500 往回退的話 大概就是刷16666元 為上限 所以 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大家還是要特別去注意說 它其實還是有一個 門檻 有一個天花板在上面 這樣子 那接下來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說 非口卡的權益裡面 是否有陷阱 這個陷阱也不會是大家最開心的 因為 因為銀行總是喜歡把這個 所謂的權益優惠弄得非常複雜 到底有沒有陷阱在裡面 寶可夢說給你聽 好 來 我們就是現行囉 好 Flygo卡的改表前 改表後 你這邊可以看一下 其實 跟昨天分享的阿狗狗卡比起來 我覺得 這張卡片其實並沒有改得差很多 好 比如說 之前 是國內1.2% 但它現在的紅字在改表後 它只有1%而已 所以就降了0.2%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 它把這0.2%加到哪區 加到海外 所以就變成說 海外是有2.8%加2% 0.2% 就變3%的回饋 所以海外跟行旅 就是直接在3% 我覺得這點的話 基本上就非常有競爭 那 接下來的話就是第三點 那個改表後 它有做一個加碼3%的部分 這加碼3%的部分 其實跟阿狗狗一樣 它都是有一個每季上限 這個500 然後等於是說 第三季第四季 你都刷好刷滿 你可以多拿1000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Flygo卡的權益 在2020年下半年是變好的 就是 我本來就是 原本只有2.8% 但現在最高來到了6% 所以這點的話 還是給台新英拍拍手 好不好 這卡片其實是變得更好用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陷阱要特別注意 這邊寶可夢提供三個注意的事項 然後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 航空公司的認定 早期是MCC Code 那現在變成了指定航空 只有五大指定航空才有 但是你想想看 其實也沒有不好啦 反正就是 其他的阿里不達的航空 你也可能不會搭 或者是說 現在連航其實 基本上也不太能 就是 飛出去嘛 所以基本上的話 呢 台新這個部分算是縮水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當你要去刷 這個所謂的 航空的時候 你要去看一下 你要刷的航空公司機票 到底符符符合規則 而且要在官網購票喔 一樣喔 因為他寫出了五大航空公司 那就代表說 你不可以透過這所謂的 線上旅行社 或者是 什麼熊市旅遊之類來買 不行 你就是一定要在官方網站 進行購買 才有這個所謂的 任列的部分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他的3%加碼 其實還是有這所謂的 500元的 這個上限 所以不要刷太爽 然後就刷太多了 這也是拿不到回饋的 第三個亮點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 搭配這個政府的 正新三倍券 跟安新旅遊方案 那你一樣這個 卡片的基本權益就會很高 然後這個政府給的回饋 你也拿得到 所以這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就 可以放心使用 這個不會是陷阱 但是是一個小小的亮點 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要跟大家聊的就更有趣了 就是 2020年下半年的高鐵神卡 有哪些呢 像寶可夢這邊 就已經準備好三張卡片 等一下就是 要來跟大家秀一下 到底有哪些卡片 是我推出 我個人認為下半年值得擁有 而且可以拿來解任務的卡片 我們趕快往下看 第一張 河庫樂活玉璽卡 這個我覺得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欸這張卡片長這樣子 有沒有看一下 其實還蠻可愛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貓頭鷹 人家都以為它是 空中英語教室聯名卡 但事實上不是 這個是河庫他在前一陣子推出 然後是針對這個就是 樂領族 就是 中老年人呢 有很多不錯的優惠 比如說你去買那個什麼 生機飲食啊 或者是搭台鐵高鐵 都有一些額外的回饋 那像這一張的回饋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畫面喔 就是 這邊寫到的 其實是5%加1% 因為它卡片基本回饋是1% 但是 它有額外加碼5% 在這個所謂的 台高鐵的消費上面 但是 它的上限Cap比較低 就是只有100 所以 你這樣我為推的話 大概就是你每個月 在高鐵跟台鐵的消費 2000元以內 都是可以拿到6%的加碼 那 這個的話 是我個人覺得 它也是沒有任何門檻 很不錯的回饋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聊到的 這個所謂的 台新的Flygo卡 噔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卡片 好 在這裡還不錯齁 呵呵 很可愛 那 它的優惠是什麼呢 其實 等一下喔 它的優惠就是 呃 剛剛講到的 6% 所以就是2% 1% 3% 2%跟1%沒有上限 但是3%的部分 其實是有每一季上限500的部分 所以 大概就是刷16666元 那你如果平均一個月刷5000的話 三個月刷15000 好像還OK 好 所以你的高鐵消費 如果是每個月坐落在 所謂的5000到6000左右的話 呃 台新Flygo卡是可以使用的 好 比如說你 像我的話就是 呃 回去台中 回去彰化 一次大概就是1200左右 72400 所以如果我 一季都用這張卡片的話 其實是可以cover過去的 好 所以北高或者是北中的部分 你就自己稍微去計算一下說 欸 你的高鐵消費是否會超過這個cap 如果有超過的話 你就使用其他的卡片之類的 那第三張最厲害的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 噹噹 好 國泰世華的指定信用卡 國泰世華的指定信用卡 我使用的是Costco 因為Costco的話 它可以累積這個所謂的多利金 那這個多利金它其實 最後也可以在Costco頂掉 不然的話呢 你也可以使用一般的 紅利點數的卡片 它有指定的一些 尊榮預期卡之類的 你來刷 那它會給你等值現金回饋的 這個點數 好 那 這邊的話呢 國泰世華的指定卡 也有到10% 回饋這麼高欸 好 比如說你的高鐵交易700元 那就回饋70塊 好 這是含原始 卡片原始回饋這樣子 那它的每個月上限是給600 好 也就是回退的話 大概是每個月刷6000左右 都是符合資格的 那其實它這個門檻 其實我覺得 嗯 回饋的上限呢 跟我們的Flyco卡差不多 但 它 嗯 要給你到10%那麼高 它就有一個很嚴重的這個限制問題 就是說 你每個月前月消費 要有這個到1萬5啦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個人覺得 呃 有一點點高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 架裡面的消費 都是使用Costco卡 那麼 或者是使用國泰世華信用卡 為主帝的話 其實都是很容易就達到門檻的 所以 這部分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如果你要刷 台鐵高鐵有交易高回饋的話 台鐵的話是在台新的Flyco卡 跟這個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 樂活預期卡都是一個回饋 但是高鐵的指定卡片的話呢 就是只有這個限定我們Costco Costco卡 就是國泰世華這個卡片 它是只有高鐵啦 所以 這個大家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那就是依你自己的消費習慣 跟主力卡在哪一間銀行 來決定適合自己的卡片 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話呢 就是提供3張卡片給大家參考 也希望大家就是覺得 好像還不錯有收穫 如果你就有收穫的話 非常歡迎你就是 趕快來訂閱寶可夢頻道 我們每天都會有最新的消息跟你講 好嗎 信用卡新資 理財新資 市場快趣 都在本頻道 那趕快來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身邊的信用 讓他們一起來 信用卡公司的好康 然後省錢 大高鐵省錢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